我們邀請文老師來跟我們介紹一下這次的演講 歡迎老師 各位媒體 歡迎武安 台北市政府的長官 還有光臨的夥伴 還有我們迎候榮榮 謝謝你今天來幫我們站台 真的 這是我認識榮榮的第十年 那時候在一年之初的時候 那時候我還在做台北電影節的時候 我那時候還是一個小朋友 現在已經是這麼這麼傑出的一個演員了 所以很高興很感謝張榮今天可以來為這個演展做一個代言 那其實我這次做得非常的輕鬆 不是因為片量少 但是小的其實不可能一個人策展的 策展的源頭其實就是一個想像 或是一個心願 或是過去所看的這些影片的一個 或是一個累積 那當我受到這個邀請的時候 其實我們列了好多個可以做的方向 我們就發覺 這樣好大家做十年才做得完的 慢慢來好了 所以又把這個光臉的工作人員找來 說 這幾個裡面最新的看的是哪個 我可能找到的同仁是文青的 他就做赫拉巴爾 我說你確定嗎 好吧 那就做赫拉巴爾 那另外一個新的idea其實也想把文學界的朋友 就是拉下來玩 所以這次運氣不錯 我邀請了這四位作家 都是一口就答應了 但是也給我們出了很大的難題 因為他們選的片都不是很新的業影 各位不要以為舊片比較容易找 其實沒有 當那個舊片的宣傳期結束以後 當他們回到片部以後 片商就懶得再拿出來了 所以我們要去說服他們 跟他們講的這個作品 會在我們這裡得到什麼樣的對待 我們為什麼要去做它 我們這甚至還要求了四位作家 每個人都寫了一篇文字 各位可以在手冊裡面看到 寫得真的很好 這也是為什麼 我特別希望能夠把他們給拉進來的原因 一方面其實是自己作為一個 就是很喜歡故作客觀 對電影品都論足的人 我常常看到一些作家們在談電影的那種收花妙比 會有點自財行賄 然後就怎麼這麼會寫 真的 所以這幾個人剛好就是我認為 或是我特別喜歡他們談電影的文字的四個朋友 所以就拉他們一起下海玩樂 所以其實片段都大 但是我想利用五分鐘的時間 帶各位簡單的我們來看一下這些電影的影像 可能各位就會更有這個印象 這是代表德國角逐今年 Oscar最佳怪語片的作品 我去年在柏林看到了 其實在想這個片子怎麼還沒有被台灣就是放映到 所以這次繞了一圈 沒有想到這個片子台灣已經買到了 不過我們可以在這次音家裡面先捕為快 看到喜樂跟兩個姐妹的愛情和文學的火花 那接下來各位看到最大的一塊 就是赫拉巴爾的小說 改編的電影 60年代的《傑克》其實是一個在文化上面非常非常鴻勃 在政治上也非常有趣的一個時代 那文學跟電影的結合在那時候是非常常見的 那赫拉巴爾就啟發了很年輕人 還有像《無聊的下午》啊 《救貨店》 這個都是短片喔 這在台灣從來沒有看到過 那當時呢 它的短片小說裡面很多篇 就被改編成為電影 那第一個讓它成為影盤的超級紅心的是 這部電影《野命監視的列車》 他在1966年的時候 跟伊麗曼佐合作編劇的這部電影 伊麗曼佐也以這個片子拿到的 Oscar最佳怪語片 也讓那個捷克電影成為 就是法國新浪潮之外 當時在國際上最紅的一個對象 那像《底層的珍珠》呢 就是來自於 赫拉巴爾伯利電影學院的五個高材生 他們選了五篇赫拉巴爾的小說 各拍一篇然後結結而成的作品 這也是在台灣第一次放映 這個片子是被捷克列為 影史百大電影之一的電影 那五個導演五種全然不同的風格 詩伊麟卻是我自己最喜歡的 赫拉巴爾小說改變的電影 它比嚴密堅持的列車更複雜 然後其實是透過一個類似老改靈 作為背景 然後去描述了 就是當時共產社會裡面的 某些荒謬 這個作品在完成以後 剛好遇到 這個蘇聯坦克遮壓到 這個布拉格境內 所以電影完成就被禁演 二十多年後才在天二人無革命之後 重新上映 還得到柏林影展的最佳影片